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到台北來找我 叫我帶他們去玩的時候 如果我帶他們去逛書店 他們都會覺得我瘋了 就是他們覺得有那麼多可以玩的地方 我為什麼要帶他們去書店 所以如果我做了一件比書店更過分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帶他們去畫廊或者美術館 他們就會覺得你可不可以 稍微做一點讓他們不會睡著的心 去看展覽是一個好的跟朋友消磨時間的方法嗎 我的好朋友一熟盤做了一個 收集了將近130部長域的小的畫的展覽 從3月3號開始在成品畫廊 我要問一熟盤這件事情就是 去看展覽是一個好的約會的方法嗎 這問題好難 我覺得水族館比較適合約會 還有遊樂場 我覺得要是我在追求一個男生的話 帶他去一個畫廊會是一個好的想法 怎麼可能 他就會說看不懂好無聊 我就會很試著辦法去說服他喜歡 然後呢他要是不喜歡的話 透過我的解說之後 我就知道這個男生我不要再追了 好我們兩個去約會 然後呢你帶我去看這個戲看長域的展覽 然後我走上這幅畫 我說好無聊 好少顏色 指頭破破 然後沒有發生任何故事 也沒有他也沒有在捉老鼠 然後也沒有人在打他 就一隻貓也沒有兩隻貓在接吻 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要說服我 你說你喜歡我 然後你希望我對這畫感興趣 你要跟我講什麼 你為什麼要選這幅畫 這是你這次展覽中間的一幅畫 對 我跟你講 假如說今天 somebody 對 要帶個女孩去約會 然後一點都不懂藝術的話 這是一個bad idea 真的 因為那個女孩會悶死了 然後你也悶 他也講不出來 講不出什麼道理 所以約會的目標是要展現我的好的地方 自己的好的地方 然後讓你覺得我很棒 對 對 總是要講一點東西來 你帶個女孩出去是你要impress她 你要讓她覺得你厲害 可是你要是不厲害 要不然我們就去遊樂園做 要不我們就去吃貴的菜就是了 喝一瓶貴酒 好 所以去畫展的時候意思就是說 起碼我要講得出一些東西來 讓你覺得我是一個厲害的人 是吧 所以你選了這部分很難解釋 你帶我來這裡看這個展覽 然後我說好無聊 然後你要打動我 好 這個 貓我可以告訴你 是藏意很愛的一個題材 那想要你看這幅貓的原因 是就是因為它是這麼大一片白裡頭 讓你覺得它可愛 它可不可愛 蠻可愛的 是蠻可愛的 是蠻可愛的嘛 所以最低限度 你會說你好可愛喔對不對 好 這個是一句 然後你會發現 哇 這個畫家他其實用墨好像還蠻強的 OK 你看他耳朵就用這兩個墨 對 就點了兩下 可是沒有頭喔 他並沒有頭喔 對 可是他因為用粉紅色的線條 就來Define 來 界定出來了 界定出來了 頭跟身體的距離 對 那麼 就已經開始覺得這個畫有一點厲害了 嗯 再加上我跟你講 你不要看這個破紙 現在可以看到它生前很均勻的地方 對 其實在畫策裡你印不出來 是 可是因為這個破紙 你會跟它有一種親切感 你知道我們對不perfect的東西 其實往往有一種親切感 我們喜歡木板超過塑膠 對 應該就是因為木板不完美 不不完美 可是這幅畫我會另外跟你解釋的呢 就是 常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那麼喜歡用單眼 來表示 你說 她畫動物都是一個眼睛 這就是一個單眼的女孩嘛 嗯 對不對 那她有沒有魅力 有 她有 然後 她 她如果雙眼看起來就會比較像青蛙 對 可是她很 她會不會性感 她有一種媚態 媚態 就是很寂寞 你看她 聊頭髮 對 可是她就是一個眼睛在望著你 是 這個望著你的感覺是 非常的 你會真的被她那個眼睛給吸進去 因為她就在 她就在跟你講說 Come 我來 是 常遇 這是唯一常遇有畫個Baby 嬰兒 然後也是個單眼 這個單眼有在請你來嗎 沒有 這個單眼有在跟你說 在跟你講說 Maybe 我需要喝一點牛奶 Maybe Help me 對 這個是一個很厲害的豹 其實這是個豹 為什麼知道這是個豹 還沒有是個貓呢 因為那個單眼 那個單眼比較瘦 是 這個單眼 一點也不是 對 這個貓咪的 抱著單眼有殺氣 有殺氣 這是她一個版話 一樣的 這個當然是抱 因為是畫抱 所以我會想用這幅畫來跟你解釋 常遇往往就喜歡用 用單眼來 來表達一些 所以如果我們在約會的時候 你就會對我眨一隻眼睛 表示說 是不是一個有魅力的事情 對 如果我跟你約會 然後你講了這番話 它會成為一個記憶 就是我會記得有一個人 跟我解釋過一隻眼睛的人跟動物 同時你就會去想 為什麼是一隻眼睛 所以 如果我聽完你這番解說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還不錯 我們可以去吃東西嗎 我們就離開那個畫 對 所以她可能不是一個成功的約會 你今天給我看了一幅畫 要我談一幅畫 我們可以談別的 可是 如果 如果剛才在講這些女生的時候 然後我們兩個就會聊到說 我覺得什麼樣的女生是漂亮的 對 約會的目的就是要讓我能夠把感情 也帶到你的身上 如果我們一直聊藝術品就沒意思了 我們重要的約會是了解彼此 是她能夠帶給我什麼神美上的觀念 所以我本來看著你我覺得說 你長得很好看 可是你現在帶我去看一幅畫 這個畫顯然跟真實的人類長得不一樣 我們忘掉她的頭髮 她的鼻子 她的嘴巴 是 我們今天就看這個眼睛 這個眼睛可以給你帶來的是一個感覺 而不是一個美 它給你帶來的可能就是一種很 很脫 迷 頹廢 頹廢 迷蒙 迷蒙的這種感覺 這個就是 就是這個女孩的整個的感覺 你剛剛這樣放大 我根本不會覺得她是一個人的眼睛 我覺得她可以是一個山水花裡面的一個山谷 可是你要是看這個眼睛 其實她的貓的眼睛跟這個眼睛也是一樣 跟女人的眼睛 就是貓跟女人在藏域 動物跟女人 像剛才我們講的一些馬跟女人 都是可以有共同的 所以你判斷一個畫家好或者不好的時候 是他提煉出來這個美的能力嗎 是 而且它的美是你看的也是美 我看的也是美 而且我們所想到的美是不一樣的美 而不是Marilyn Monroe的美 就不是一張馬力聯盟路的照片 我們看到的是一種universal美 所以我剛才看另外一張 我說她在撩頭髮 她在勾引你 或者是她很有性感的魅力 這個事情是 你覺得一個好的畫家 是只靠這麼簡單的幾個線條 就能夠做到這件事 當然不是啊 大部分的畫家需要更多的細節 更多的細節 可是藏域的畫 往往就是 對不起 英文是講the power of suggestion 這個 暗示的力量 對 所以她這麼幾條線 她這麼幾條線 她所表達的message 她所給我們的訊息 是豐富的 她是透過簡單 來表達一些比較複雜的情感 我很確定如果現在有人帶她 帶一個女生去約會看到這幅畫 那女生起碼會覺得她手臂太粗 這是say bye bye的時候肉會晃的手臂嗎 好 只有你會想到這樣 下一次有機會跟你研究這件事情 常遇的這個展覽 叫細看 常遇是藝術版辦的一個展覽 然後 裡面有130幅小的畫 就是這些畫 你今天帶來這些都會出現在那個展覽當中 都會出現在的展覽 然後我都會有機會 只要我去了 我都會有機會 像你講的就是我親眼看到原來的東西 對 而不是在看照片 不是 好 33號開始在成品畫廊 然後我剛剛講的那個手臂太胖的事情 下次有機會跟藝術版研究一下 為什麼要把女生畫了肉這麼多